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那就是吸烟以及戒烟 之所以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个人所在的那个医院 周边永远都是一群老烟民在那不停的吸烟 一边走一边吸烟 所以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吸烟呢 然后简单查了一下数据 发现我国现在有接近3亿的吸烟者 并且每年已经有120万余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 更可怕的是吸烟者不仅损害的是自己的健康 他们吸烟所产生的二手烟还会带给身边的人危害 尤其像一些孕妇儿童 那关于戒烟的好处 应该我们国家政府都已经是说了又说了 一个就是延长自己的寿命 首先因为你去戒了烟之后 肺功能无疑就改善了 那就是像肺癌的发生率就会明显的降低 此外戒烟之后还会减少心血管病 脑穴网病的发生 像我自己是研究阿尔塞海膜病的 那吸烟很明显就是阿尔塞海膜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此外戒烟之后还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一方面是美容方面的 可以洁白牙齿 让皮肤变得更加光伐 长期的吸烟可能还会使一个人的注意力涣散 那当然这些内容很多吸烟的人自己也是知道的 那为什么还是戒不掉烟呢 主要还是跟这个戒断之后 有一个戒断反应有关系 那这里我查阅了一些国内以及国外的一些戒烟的文献吧 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几条 首先先在大类上分 戒烟的方式分为非药物手段和药物手段 那我们先来聊非药物手段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避免触发 就是如果你已经决定要戒烟了 那这段时间尽可能的不要去那些吸烟非常多的一些场合 第二个就是实施一个叫做延迟策略 就是当你要开始吸烟的时候 你就告诉自己说 我过十分钟后再吸 就是这样不停的把一个事情往后拖 可以买一些糖果或者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吸烟成衣可能是一个姿势的习惯 比如说是嘴巴在动 或者说是手的这个手夹着一个烟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让手里多一点玩具 或者说在想吸烟的时候吃一些硬糖 或者在自己想吸烟的时候去做一些运动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然后还有一点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戒烟成功的人都有提到的 就是利用时机 这个时机是什么呢 一般比如说老婆要生孩子了 那你刚好自己有吸烟的 那你就借这个时机告诉自己 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 我不去吸烟了 然后就提到了用药物去戒烟的方式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方法就是尼古丁替代疗法 它的作用原理就是给你施与一定量的尼古丁 然后逐步的减量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戒断掉 过去可能有一种鼻腔的吸入剂是一种尼古丁的 这个是需要开除方开出来的 它的剂量会比较大 此外近些年来一些非尼古丁的戒烟药也比较的流行 譬如像我之前的同门就参加过一个 法尼克兰也就是商品名叫畅配的一个戒烟药 当然上述这几个处方的疗法 通常来说是当烟影非常非常重的时候才会去使用的 而且价格也是偏贵 譬如像畅配的话 一般一个疗程要用6盒 那12周的话费用接近是2000块钱 那如果你的烟影没有那么大 或者说你是第一次戒烟 那可以推荐一些非处方药物 这里面主要包括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个是尼古丁的贴片 就是筋皮可以吸收的那种 还有就是含有尼古丁的口香糖 或者说含有尼古丁的一些行片 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要用尼古丁的贴片的话 它可以贴在比如手臂内侧 胸前 内下 大腿内侧 在这些地方因为皮肤比较薄 它小剂量是可以吸收一定的尼古丁 然后这样逐步逐步的 就可以减少对尼古丁的依赖 那当然这一类尼古丁替代的产品仅仅用于是既往已经有吸烟的人了 因为它还是有尼古丁的成分的 所以没有吸烟的人啊 或者是像孕妇啊 这些都是不适合使用这类产品的 那最后呢 所有上述说到的这些非药物的方法还是药物的方法 这些都是一个辅助 戒烟的主要靠的还是一个人的决心 那所以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以及为了家人的健康 以及为了公众的健康 那希望各位能够好好地戒烟 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烟给戒了 好的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各位朋友们有帮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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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